但現在高檢署是委託刑事局 重新的來進行鑑定 赫然發現死者的乳房 才獲得DNA 並非屢性男子所有 因此已經裁定全案再審 而這名死者男友 已經被關四年 是暫時重獲自由 他雖然日前已經回到台北 但疑似為了躲避媒體 目前行蹤沉迷 只委託哥哥回到家中 拿衣物至今人就省贏 哥哥有了解 TD現在的狀況嗎 頭戴口罩安全帽 提著兩袋衣物 匆匆走出家門 呂建民的哥哥一句話 也沒說直接走向馬路的另一頭 但是拿衣服要給弟弟拿出發 弟弟呂建民重獲自由 但是家屬保持低調 無論怎麼追問始終三間其口 有論跟我們講一下 現在心情怎麼樣 現在心情 被關了 這樣不用被關了四年 服刑四年 加上超過十年的法院審理基阿琪 他是16年前 台北內湖裸女命案 遭到判刑入獄的死者男友呂建民 報告下午獲釋 恢復自由 會冤枉 冤枉 你現在出來 現在從省你會不會希望說 能夠判你清白 一定清白的 強調自己是冤枉的 就跳上計程車 一心只想北上跟母親團圓過節 回溯到1999年 呂建民和郭姓女子兩人 在加油站認識後交往 2000年的7月21號凌晨 女子胸部以下全裸 沉失在公園樹下 簡簡懷疑呂建民設有重嫌 由於沒有直接證據證明 一二審都判無罪 高韻跟三審依殺人罪 判呂建民13年 之前案情大逆轉 在死者左乳房 驗出他人DNA 裁定全案再審 行事警察局做進一步的鑑定結果 發現被害人 左側胸部的唾液 跟被告的唾液的 男性染色體DNA反應是不相同的 所以本件裁定准許再審 全案大逆轉 關鍵就在DNA 16年前技術尚未純熟 只能證明齒痕與呂建民相符 16年後要求重新鑑定DNA 有了驚人發現 死者左胸竟然是第三人的DNA 當年最高法院根據未通過測謊 通連記錄 呂建民的自白 以及死者左胸上的咬痕比對 跟呂建民的牙齒吻合等 間接證據判刑13年 至今已經服刑4年 家屬是希望說 這件本件 因為被告受冤去已經很久 希望能夠司法儘快還他清白 決案纏宋16年 一再強調這是冤獄 未來還得要再開庭 才能夠判定兇手到底是誰 記者綜合報導